我們把主角座標派成左座標 我們已經有三個風圈的韓國村人 下次就是第一次三個風圈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了 對 在很多情形 背景是怎樣 是角度無關 如果背景跟角度無關 它是R的還錯 一般角度叫窮人的意 然後叫我們糖人 它變成這樣 可以看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有鏡像圍跟角度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這裡 它是這樣子 我們用分離背書 分成這兩項 前面是不整條部分 我們就是角度部分 那這個委員會忘記 我們可以用分離背書 那你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可以 角度分可以選成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知道這個答案 你們看 這個算符裡頭 只有哪個跟角度有關 對 油平方 對 油平方 油平方跟角度有關 所以角度部分 那我們知道這個函數 對我們前 那個球選函數 是油平方的什麼 就來個方選 要清楚嗎 因為 因為油平方 就是球選函數 是油平方的來個方選 那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帶到那個 跟時間無關的 手進退特選 你就得到了 是不是 對不對 好 這是我 這才我喜歡解這問題 好 那我先把 我把這個 帶進來 就是我把這個 帶進來 我們就得到了 現在我知道 球選函數是那個 什麼樣子 那一個方選 然後 油平方 最後到這個函數 得到少幾個 對 整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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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邊就判了什麼 這邊就判了什麼 這邊就判了什麼 這是油平方 油平方 適用到這個 得到整間 那我們看 這個式子 我們看 左右兩邊 燈泡的左邊 跟左邊 右邊 除了外油鏈 其他都是什麼 其他都是R 還是V 你說 這邊 這邊有外油鏈 但其他 這邊都是R 這是R 這邊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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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怎樣 跟角度不關 所以外油鏈可以怎樣 可以消掉 因為每個零多一樣 所以我就把外油鏈消掉 對不對 他都可以消掉 最後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再把這一下 並過去 我們就得到這結論 好 我們就得到這四 這是什麼 就是鏡像部分 鏡像部分 鏡像部分的揮選 好 那我們下一步就怎樣 我們的角度不關 還是已經解出來了 所以說 下一步就要寫什麼 寫鏡像部分 要寫鏡像部分 要寫鏡像部分 他幫我弄掉一點 對 還有這個 我剛弄掉了 我們如果要解這個原方式 我們需要知道什麼 我們需要知道衛能 跟以前我們問題一樣 我們在一度方向 一度方向我們檢查 我們希望知道衛能 然後我們才能夠解 那個檢驗過完什麼 這麼一樣 我們需要知道衛能 我們才能夠解 從這個原方式可以得到 在講這個 解這個問題之前 我有一個地方先提醒一下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在學那個 學那個 解那個原子 原子的拨完書的時候 我們在解那個拨完書 我們都已經用到一個條件 就是說 用到這個條件 我們說 如果這個 我先問你們一句 我問你們一句 我問你們一句 如果 如果衛能 是角度函視的話 我們這邊是 跟角度無關 對不對 我再問 如果衛能是角度函視的話 YOLM 是不是iF? 不是的 你們要記得 YOLM 結果當什麼樣 當你衛能 跟角度無關的時候 它才是iF? 有哪些原子 有哪些原子 你可以猜 我們可以猜 哪些原子 它的iF是怎樣 是跟 球面對稱的 跟角度無關 有哪些 哪些 青原子 是哪 還有呢 我從周錫表來看 那 害也是一樣 害也是 就貼滿 這個 對 那 那 魯士 就是那個 檢金署 周錫表最左邊 你猜 它有 對 對 它也是屬於這個 因為它是什麼軌道 它是X軌道 X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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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還沒講 就我們這一生 然後再過來 六海 第二 第二期呢 那 皮靈帶是被類 它還是X軌道 也是跟角度無關 但到第三 第三組 橫屢 就跑出生出來 跑出皮軌道出來 皮軌道 跟 那些人講的是 亞歷性 有沒有跟角度有沒關係 跟角度有關係 跟角度有關係 所以不是所有圓子 不是所有圓子 它的電子看位 都是全部對成的 但是 為什麼我們還是用 S軌道 G軌道 跟D軌道 來去除 S軌道 D軌道 D軌道 就是根據這個來的 根據YLA來的 那我現在要你們看 問一個問題 在很多圓子 很多圓子 其實都怎樣 他的位 電子手看的位 並不是球兵對成的 但是 我們為什麼 還用YLA用這套 系統來選出來 好 你可以講 你可以講 這套 這套的問題 我不告訴你 它是完全集合 這樣接受嗎 它是完全集合 所以其他軌道 雖然跟角度有關 它還是怎樣 還可以展開 什麼 你的線性 好的 好 我們在翻譯中心 然後我們下一步 就是要解釋問題 解釋問題 那我要有一些問題 不過我們在解釋前 我們先把它解釋 我們先把它解釋 把這個細數好 把這個細數好 把這個細數搬到裡頭來 所以我們就跟這樣寫 哦 然後 這邊是只有一個R的函數 所以我這裡才改成怎樣 改成全秘魂了 這樣沒有對吧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再把這個細數 我們把這些細數 把這個函數換成另外一個函數 我們這樣寫 這是一種數學技巧 我們可以把那個 定義另外一個函數 它是把通常補充 然後我們這個式子可以 要減化 這樣的話我們的式子 我們的變化式就會變成這裡 最後我們的要減化式 從原先這個函數 換成這個函數 我想跟你們說 你看你比較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比較簡化的 我們現在就以微分而已 沒有中間 沒有中間 很難講的 那底下我要講的 底下我要講的 就是說 這個微放式解 有很多很重要的特性 那這些特性就影響了 原子裡頭 原子裡頭 電子波外出的部分 跟它有特性 跟它有特性 那現在我們就要知道 就是說 在原子裡頭 原子裡頭 它有不同的怎麼樣 不同的味道 對 現在有不同的味道 它有很共同的特性 第一個我們要注意到的是 靠近原子的地方 靠近原子的地方 靠近原子的 靠近原子的波外出的 它在怎麼樣 命中 我們取得到 好 也不等於 就是 好 也不等於 好 我們來看看這時候 這時候 後來的時候 簡單的解應該是怎樣 什麼解 我們先看 當你間不腳 你小小那個 在靜原子 靜原子不歪 對R是甚麼形態? V 對R分之負責 一平方 不能講親戀者 你要講,只是這樣子 你有結了 我已經叫高性地質 所以 一般的連者 一般的連者是 靠近連者的地方是R分之一 從我告訴你這個例子 這個式子可以怎麼進化? 我是來幫他解釋 再回想一下這個條件 R細細一點 我們知道 能量是個長度 能量是個長度 不是位置能來受 那 這是R分之一 所以哪個 也會比較 當R確定哪個 哪個四秒 也會比較好 對,這一項 所以 這兩項相對這一項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四五秒 要不要嗎? 因為這是R分之一 如果R是一千分之一 如果R是一千分之一 這那變成十六次方 這才三次方而已 要不要嗎? 所以我們這問題 就可以解釋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千分之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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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項消掉 H bar 因為H bar 很像消掉 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整個圈 整理一下才得到 對 因為 單位因是很像 這是 處理距離R平方 那邊也是處理R平方 所以單位因是一樣 單位因是一樣 這樣解一定是甚麼解 一定是這個解 我們還不曉得R是什麼 但一定是這樣的解 那我把它帶進去就可以把α解出來 所以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可以得到這個A的 α乘上α-1 那第二項是 第二項是L 乘上L加 然後 然後 是A 然後 就是α 因為是單邊線 所以是α-1-2 這邊是α-2-2 因為這邊是R的地方 那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係數要怎樣 這個係數要等於 所以我們知道α α-3-1-4-1-2-j r疏有兩個解 r疏有兩個 一個是R соврем Said 一個是L加B 有兩個解 所以U的T為 它有兩個解 一個是R2 R2 RL跟N是什麼關係? 對,還在除R 所以RL V的R R的也有所長 對對,還有價值怎麼樣? V的R的多少? 這是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 R距離無限小,不然這裡講什麼? 我們就要畫三個順 這裡在相當中有 沒有,所以把這順 代表我們要射成一 因為這順是畫三個順 所以我們要把這順去掉 所以我最後是怎樣 所以我把這順擦掉 我把這順擦掉 因為這順是畫三個順 所以我把這順擦掉 那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樣? 這個答案 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重要物理? 就是說原子的軌道 也就是說原子有個原子的破壞數 當靠近原子核的時候 R去明明說靠近原子核 對不對? 對不對? 當靠近原子核的時候 它的解是什麼解? R的NL是嗎? 好,我特別都猜到這 RNL是嗎? 我們看 NL只有等於1的話 這什麼解? R1 正底是什麼? 正底R R2 有等於2 正底是什麼? R0的話 R3 正底R3是R 那這告訴我什麼意思? 告訴你說 你在畫那個電子的破壞 電子負貸的時候該怎麼畫 玩的話你就是卡的 真操了沒有 同學 真操了沒有 我們來看怎麼畫 我們看P軌道 我們告訴我們 我們再放P軌道 靠近零的畫 就是R軟 我們放R軟該怎麼畫 靠近就是R 去電影的時候該怎麼畫 對 是一條直線 因為是一次方 一次方是直線 我們看 一軌道 該怎麼畫 你看 你畫是什麼 你畫的是POWER線 這樣可以嗎 M軌道 三次方更快 上次更快 所以以後你們畫 畫原子軌道的時候就要這樣畫 這樣清楚嗎 我們不會畫到 鋁道破環數嗎 所以你就畫這個函數了 當你畫這個函數 在靠近零的 就一定要一定的直線 這是POWER線 SL等就是POWER線 然後L等3 要更多 是三次方的線 除了這個E以外 除了這個E以外 還有什麼重要E不理E 你們看 根據我們這個推論 根據我們這個 還有什麼重要E不理E 通過什麼叫通過 對啦 就是說 你知道 後環數呢 絕對指的平方是什麼 走後藍綠 對不對 那它在原子核的地方 都是多少 都是0 都是0 比如說 P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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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跟F軌道 這些電子 有沒有在原子核D嗎 不會在原子核D嗎 那清楚嗎 除了A等於 除了X軌道 除了X軌道 T軌道 D軌道 F軌道 連那個電子都不會在原子核D嗎 你在原子核D嗎 你在原子核D嗎 後藍綠核D嗎 後藍綠核D 這也是一個另外很重要的特性 我就不用寫下來 你們是不是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話寫下來 就是說 除了X軌道以外 T軌道 D軌道 在原子核D的地方 因為它的破壞數是0 所以發現了後藍綠核D 那我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在解釋問題的時候 我有說 有了要不等0 如果有了等0 我這邊寫個有了不等0 如果有了等0怎麼辦 如果有了等0的話 最像是0 所以這時候不能問在什麼的人 不能在什麼的人 所以那句話真的解了 要真的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不能解解了 不過 我們以後會發現 就是 以後解出來的結果是 怎樣 X軌道 在R等於0的地方 貴分等0 不會等0 所以 在原子核的地方 只看到什麼樣的電子 只看到X軌道的電子 在原子核的地方 只看到X軌道的電子 所以我們會看到X軌道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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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軌道的電子